大家好,我是鈴針姐積層 好高興見到大家 又到了e-ink weekly的時間 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上一集背景音樂調整得不好 有些觀眾反映太吵 影響了他們的觀看 所以這一集我有特地注意這一點 好,現在就會由我帶大家回顧過去一周 向e-ink世界所發生的新鮮事物 希望大家喜歡 第一則,e-ink新聞 根據媒體報道 e-ink宣佈會和那些大量訂購Gallery Free 以及Colorado Free彩色電子紙的公司 共享利潤 根據公司董事長李正浩的說法 他們會計劃降低 新的彩色電子紙產品的價格 至於分享利益的方式 e-ink就會以低於舊型號的價格 出售它新的彩色電子紙的解決方案 雖然會降低公司的無利率 但可以促進電子紙產品的使用 推動替換需求和增加滲透率 同時,李正浩對2023年的業務前景 是持一個謹慎樂觀的態度 公司的收入會繼續增加 雖然速度會較慢 順帶一提 2022年元泰科技獲利是99億台幣 但預計今年公司的收入增長率是10% 並且有望實現兩位數的增長 另外,e-ink發表了一個數據 2022年彩色電子書閱讀器和電子不基本 中國的滲透率是2% 公司是預計隨著更加多的品牌 例如BIGME 科大信飛 掌月 文石 和Pocketbook等等 他們會使用Gallery3系列 彩色電子紙的解決方案 去推出各種的新產品 預計滲透率會在今年上升至4% 如我所預測 2023年將會是彩色閱讀器的爆發年 期待各個品牌都能夠推出 價格更加合宜的彩色機 讓e-reader可以能夠近劍普及 第27是e-ink新品的介紹 網路上編程高手背出 如果再加上他是一個e-ink愛好者的話 會發生甚麼事呢?YouTuber Aaron Christopher 在早前發佈了一個他自製的新產品 e-paperwall 2.0 是一個由45塊7.4英吋 e-ink屏幕組成的一道桌 根據媒體報道 他可能採用了DigiKey所售賣的無塊 每一個價格是47美元 他所製作的1.0版本 由於邊框令到圖像是難以變形 所以在這個2.0的版本 雖然大屏幕仍然有邊框 但是顯示圖畫的效果已經清晰不少了 這件作品有甚麼特別的地方呢? 它獨特的地方就是在於 Aeron自行開發了固件和工具 可以將自定義的固件 銷錄到這45個e-ink顯示器當中 再透過一種壓縮技術 讓它能夠在顯示器上儲存和顯示複雜的圖像 再次向這裏向這位高手致敬 雖然不會在市場買到這個產品 但是真是實在很厲害的圓硬件動手能力 佩服佩服 第三則是e-ink新聞的介紹 如果你看了上一集關於Big Me這一部 Ink Look Color的新聞的話 你應該會將關注點放在彩色新面板 Kaleido3的細節上 這個是十分正常的 大眾對採用新一代彩色e-ink技術的閱讀器 早以引頸二代 Big Me上這一部Ink Look Color Plus 用了e-inkKaleido3面板之後 比較用Kaleido Plus的上一代 在彩色模式之下 由117ppi提升到150ppi 並且顏色飽和度增加了30% 但是請不要忽略的是 它黑白模式的解像度也有顯著的提升 由227ppi提升到300ppi 分辨率是由172×1404 提高至2480×16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採用Kaleido3的裝置會配備了 由原體科技前置燈光設計團隊設計的 E-ink Comfort Gate前置燈光技術 這個前置燈光技術 可以減少顯示表面反射的藍光量 從而顯著提高了閱讀的舒適感 與上一代的前置燈光相比 它能夠分別將BLR 即是藍光比率 以及BLTF 藍光獨性因子 是減少多達60%和24% 想了解更多的 可以重溫上一集 關於哈佛大學針對電子紙護眼研究的新聞 現階段市面上所有10.3吋的電子閱讀器 只有Kindle Scribe 是能夠用到E-ink最新的300ppi面板 其餘所有品牌都仍然是用227ppi的面板 看來要等各個品牌 採用Kaleido3的10.3吋型號正式推出了之後 才能夠消離和Kindle的差距 亦都讓到用戶能夠在大屏幕 更加精細地閱讀論文、雜誌和漫畫 如果你想購買BigMe這一部的國際版的話 暫時只有BigMe Store 和Good E-Reader Store兩個途徑 第四則是護眼新品的介紹 自從在2020年9月 TCL發表了採用了RLCD 即是反射式液晶顯示器的NXT Paper 反射式螢幕技術之後 在2021年他們就致力去發展這個系列 推出了不同尺寸的型號 TCL描述自家這個技術 其實是駕於紫張和LCD螢幕之間 和E-Ink有異曲同工之妙 同樣打起了護眼的旗號 能夠好像E-Ink那樣低功耗 又沒有藍光 但又能夠好像傳統的LCD那樣 顯示豐富的色彩 以及持有同樣的擦身率 但由於顯示的效果 傳來環境的光源 裝置亦沒有裝備前燈 使用的場合都頗受限制 兼且可視角度會比較窄 會影響使用體驗 所以在過去兩年 其實採用RLCD的廠商不太多 例如海迅都推出過一部Q5 不過是黑白具前燈的版本 來到2023年 由一家新成立的公司Imu 宣佈了它首款的產品NXT E-Paper S1 是全球首款採用RLCD螢幕 而有具備前燈的10吋彩色平板電腦 具備60Hz的高刷新率 解像度是1600x1200 能夠顯示1677萬種顏色 配備6GB RAM、128GB ROM CPU是聯發科的8核心 MT6769 兼有500萬像素的前鏡頭 和1300萬像素的後鏡頭 支援G-Sensor和藍牙 特別一提 這個產品是用Android12系統 已經獲得Google認證 內置已經有Google Play NXT E-Paper S1具有手寫功能 但不是採用Valcom的技術 只是支援它們自家的主動式觸控筆 如果單論硬件來說 確實是比一般E-Ink平板產品具有優勢 實際的顯示效果是怎樣呢? 就有待產品正式免費之後才知曉了 iMove表示它這個產品 會在不久的將來 會登陸眾籌平台Kickstarter 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可以關注 它們的官網消息的更新 好,今集E-Ink Weekly的內容 就閘過一段落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讚好這一段影片 如果你想輕輕鬆鬆了解 E-Ink世界所發生的事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這一段片 給你的朋友觀看 去認識一下E-Ink世界是何等的豐富 何等的有趣 希望下星期都能夠見到你 感謝你的觀看 今集的狼就到這裏了 Bye Bye